從2024年1月1日起 Medical將覆蓋到所有無症移民 所有符合條件的加州居民 無論其年齡或移民身份如何 都將享受到加州醫療保險 統計顯示約有150萬移民集中在加州的農村 其中40%是無症移民 50%的人受教育的年限不足8年 約三分之二的人應表達能力非常有限 如何向無症移民群體 宣傳Medical的好處將會是一大難題 同時明年起 加州21個縣將過度到新的管理式醫療計劃 很多縣將使用單一計劃模式 而其他縣也會採取新的計劃 據聞應該留意Medical的郵件而了解變化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疾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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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疾問